近日洛杉矶县主导的消除数位落差倡议不如新阶段 以鼓励居民查看自己是否符合资格 获得每月高达50美元的网费折扣 据了解洛杉矶县估计有82万2000户家庭可能具备此等资格 其中包括家中至少一人已经加入其中一项计划的家庭 加州辅助营养救助计划 加州医疗辅助计划 社会安全生活辅助金 生命线或领取培尔助学金的学生 政府鼓励符合条件的家庭于2021年12月31日之前申请 以便在明年该计划发生变化之前享受到此福利的最大折扣 本次的福利是由美国国会和总统拜登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 而设立的一项临时的计划 近期该计划将被永久化 此项联邦资助的福利将有助于家庭连接到互联网 为他们节省金钱 并且促使他们能够透过本线的在线服务 以获得关键的安全网资源 例如住房、食品援助和远程医疗 消除数位落差是一项由洛杉矶线主导的倡议 其宗旨为父权于在资源不足的社区 并受到数位落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所影响的青年、年轻人和小企业 民众可以访问官方网站deletedvite.org 以了解更多的资讯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ического文件用选择